它需要制作者掌握娴熟的技巧 在近千度的高温下游刃有余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 它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能让一国他乡的人们一眼辨认出家乡的味道 这是一种可以用吸管喝的包子 百年老店揭秘独门绝技 苏式早餐见功夫 走遍中国正在破除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俗话说一日之际在于晨 作为一天当中的第一顿饭 早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份经过合理搭配的营养早餐 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活力 这一点在许多国家的早餐上都有所体现 您看这是秘鲁当地比较常见的早餐 当地人往往是从吃一只老鼠开始他们的一天 还有这是乌干达人喜欢的早餐 它是用没有成熟的青香蕉和牛肉一起炖成 据说味道还不错 印度人爱吃咖喱是众所周知的 他们早上一睁眼就开始吃咖喱了 每个国家的早餐都各有特色 但是要想吃到品种最丰富的早餐 那还是要数中国 中国人的早餐因为地域不同 饮食习惯也就不同 同样是南方人 但是如果不在同一个城市 早餐的内容可能就大不相同 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到江苏的常州去尝尝 那里有着上百年历史的传统早餐 大麻糕 早餐时间 一个特质的木桶被推进餐间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桶 就是特地给大家做大麻糕的展示的 你不要看到这个桶虽小 贴得很少 但是温度是很高的 几百度的高温 要求面点师傅必须眼要准 心要稳 手要快 在几秒钟的时间内 将麻糕稳稳地贴上螺币 听说有着几十年做麻糕经验的蒋传芳 曾带了十几个徒弟 只有一个徒弟学成并坚持了下来 或许是我们的拍摄影响了蒋师傅 这刚出炉的麻糕显然过了些火候 可见 要做出缩软的大麻糕并非易事 也难怪他在常州人心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提起常州的著名早餐 当地人首推常州大麻糕 一大早 小吃街的麻糕店前就排起了长队 大家都在等待新鲜出炉的麻糕 麻糕店老板廖宜求 就是蒋师傅带的十几个徒弟中 唯一学成并坚持下来的 因为做麻糕不仅是个体力活 更需要掌握咸熟的技巧 我们走进了廖师傅的麻糕作坊 看看地道的大麻糕是如何制作的 加上热水 热水 这个面要洗一洗的 面粉中加入老酵 掺和均匀 放置五个小时备用 这是油酥 就是油跟面粉 搬在一起的 百分之六十的油 百分之四十的面粉 这个是要把这个油酥给包进去 对 这样包在里面的话 等会儿做出来了以后 它吃起来会一层一层的 比较酥 把油酥全部包进面团之后 要开始下一步起缩 这个不是很难 你要不要试试 先用手按一下 在这个 在这样 现在拿回来推 继续推 这个手一定要拿平 不然一边厚一边薄 看你就是 把面团反复卷起再推开 这样可以使它内部的层次更加丰富 这是在廖师傅手里 灵活自如的工具 到了记者这儿 却不太听使唤 这时店外等着买麻糕的顾客越来越多 廖师傅加快了速度 这个能放时间 除了面粉的发酵和起酥之外 麻糕与烧饼最大的不同 就是麻糕中添加了馅儿的 这是核桃仁 腰果 还有松子仁 还有花生仁 花子仁 这么多煎果类的 一定很好吃 这样放在里面 再慢慢的手指往中间按 长州大麻糕通常有两种口味 一种是以白糖和坚果为主的甜味料 一种是以肉松 黄油和香葱等调和的咸味料 不同口味的麻糕 以圆形和长条形来区分 感知好的麻糕 刷上油 贴上芝麻 就可以浸炉烤制了 听说 这最后一道工序 也是最近功夫的地方 没有个三五年以上的历练 是不敢轻易操作的 毕竟炉糖里有几百度的高温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 我贴最上面的 可以 先把手打湿 打湿水 然后把这个表面表层打湿 好 可以 什么手势 是怎样的手势 这样 这样 对 在拿着 有芝麻的这一面 有芝麻的这一面 就这样 拿着有芝麻的这一面 对 对 这颅温好高呀 得湿 面对保温 记者鼓足勇气 手还是不敢往炉糖里伸 掉了 不好意思 弄掉一个 这颅温太高了 不信心 在这里 对对对 在廖师傅的鼓励下 记者决定再试一次 贴到了炉口的位置 熟不了 却也接不下来 眼看着其他的麻糕 都相继出炉了 只剩下记者的这一块 还挂在炉壁上 半生不熟 它现在是最后一个 对 这也能吃了吧 上面有一点点好 要不要把它拿下来了 要不要下班就烤壶了 第一个上面能吃吗 上面不能吃 上面不能吃 只能吃下面 对 只能吃这么多 一半烤焦了 一半还没有熟透 虽然只做出了一个半成品 但这松香缩软的口感 还是足以令人回味无穷 难怪一块小小的麻糕 会成为常州人心中 挥之不去的记忆 对于老常州人 能与大麻糕一样勾起相情的莫过于一碗 常州豆腐汤了 或许您会问 这豆腐汤有什么稀奇的呢 的确 中国各地的豆腐汤 根据所用食材的不同 可以有很多种搭配 您看 可以做成这样的 青菜豆腐汤 鱼头豆腐汤 酸辣豆腐汤 但是常州的豆腐汤却有一个更鲜明的特色 那就是这几粒小小的豆斋饼 这地道的豆斋饼究竟是怎么制作的 常州的豆腐汤里 为什么一定要加入豆斋饼呢 对于老常州人来说 一块麻糕 一碗豆腐汤 是他们早餐的最佳搭档 豆腐汤人人都吃过 各地的口味略有不同 但特色如此鲜明的 或许只有常州豆腐汤 对于常州人来说 豆腐汤不用品尝 只需看上一眼 便知是否为家乡的味道 有一次我到法国去采访 在一个中餐馆里面 端上来的菜 突然之间我发现了一个豆腐汤 我就问他们服务员 我说你们的老板 肯定是我们南方人 后来我说你去把老板叫来 老板来了 我说where are you from Japan? No,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常州 他说哎呀我是常州人 他说了一口常州话 其实他就是我们嘀嘀呱呱的常州人 在法国开餐馆 常州豆腐汤究竟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 店长赵健要为我们展示正宗的 常州豆腐汤的做法 我们室里面有八种豆腐汤的原料 第一种是鸡汤 鸡汤 榨菜 末 蛋皮 铅章 鸭血 嫩豆腐 鸡蛋 最后是一个豆仔饼 将嫩豆腐和鸭血切成同样宽度的长条形 蛋饼和百叶切成细丝备用 沸水中倒入鸭血 炒后取出鸭血的腥味 拎起炉灶 倒入事先熬制好的鸡汤 淀粉中添加凉水 调匀后备用 鸡汤烧热后 依次放入嫩豆腐和鸭血 并用勺子不停地搅动 开锅后 一边用勺子放入汤汁 一边加入事先调和好的水淀粉 让锅里的汤汁变得更为浓稠 这时加入百叶丝 再打入鸡蛋花 豆腐汤基本上就做好了 但这时的豆腐汤还不能出锅 它还缺少最后一道肿料 缺少了这道材料 就不能称其为常州豆腐汤 凌晨两点钟 邓祥伟的家庭作坊里灯火通明 一家老少齐上阵 赶至清早要出售的豆斋饼 豆斋饼是以豆子为原料 制作的一种豆制品 大的可以加入馅料 经油炸后色色金黄 形似金钱 又名金钱饼 小的豆斋饼如硬币大小 通常用来做豆腐汤和技术用的素材 其实豆斋饼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 关键在于原料 传统的豆斋饼是以常州当地种植的一种白雀姜豆为原料 但是由于受到季节和产量的限制 现在大多数豆斋饼都用残豆来制作 将浸泡了几个小时的残豆打磨成姜 把磨好的豆浆搅拌均匀后 装入特制的漏斗中 电饼称加热到200度后 锅底抹上一层油 就可以开始制作豆斋饼了 学着师傅的样子 记者也试着做上一锅 好不容易终于做满了一锅 可这大小不一 歪歪扭扭的样子 也只能留给自己享用了 豆斋饼一定要现做现吃 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和口感 所以加工者都是根据当天客户的订单 连夜改制 今天晚上 邓箱每家要做出500多斤的豆斋饼 大部分都被各早餐店预定 用于制作第二天早晨的豆腐汤 锅里的油烧至七成热时 倒入新鲜的豆斋饼 炸成金黄色捞出 豆腐汤熬好之后 赵健加入了最后一道原料 豆斋饼 这也是长州豆腐汤最鲜明的特色 最后加入榨菜墨淡皮丝 点缀上香菜 豆腐汤就可以上桌了 据说在豆腐汤中加入豆斋饼的吸塑 与一位出生于长州的帝王有关 据说是梁武帝 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 有1500年历史 他是我国 一个是和尚皇帝 他是做和尚的皇帝 吃斋的 吃斋的 所以以前在他这种的时候 我们和尚是吃荤的 他主持就是吃素 就是用五谷代替五醋 那么这个豆斋饼呢 他也就是我们长州地区 年年祭祀要用的 那么豆斋饼在我们这个豆腐汤里面 它的特点就是 有一个 我们当他吃到这个豆腐汤 给我们的后辈啊 就祭祖 不忘祖宗 辛劳之恩 这一碗朴实的豆腐汤 不仅传承着千年的文化 更包含着常州人 对子孙后世的尊尊教诲 中国的早餐呢 种类有很多 也有着很鲜明的地域特色 您看哈 这有北京的炒干 天津的煎饼果子 河南的胡辣汤 河北的驴肉火烧 还有陕西的肉夹馍 湖北的热干面 广西的米粉 云南的米线等等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 也要给大家介绍的早餐呀 是包子 包子呢 是中国南北通吃老少结义的一种家常食品 它的种类呢 有上百种 您看像我身后有上海的小笼包 河南开封的灌汤包 山东的水煎包 还有流行于广东和香港一带的叉烧包 包子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家常便饭了 可是您见过像这样 用吸管来喝的包子吗 有人还嫌这吸管喝着不过瘾 直接就端起盘子来喝包子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跟随记者去江苏进江 看看这可以喝的包子吧 早上七点钟 这哪是在吃包子 分明都在喝包子 这吃包子怎么到了静江 就成了喝包子呢 这包子里究竟包着什么密质的美味 走进饭店的后厨 我们才发现 大包子的馅料 竟是这一锅锅的螃蟹 而我们之前看到的大包子 全名叫静江蟹黄汤包 它的鲜美就来自这鲜活的长江蟹 大师傅告诉我们 这每个包子里面 要包一两的蟹黄和蟹肉 按照这家包子店的销量 一天卖掉六千个包子算 店里每天要用掉六百斤的蟹肉 因此这拆卸就成了包子店 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螃蟹纤维肉难拆 不过作为一家百年老店 师傅们自然有着一套独门绝技 他们分工明确 动作娴熟 这堆积如山的螃蟹 他们只需要十几分钟就能分解完 而这只是拆卸过程中 最简单的第一步 复杂的程序还在后面 今天包子店的首席大厨 陶进梁师傅 要把拆卸的绝招交给我们 这个脚要剪掉 剪掉的边缘 然后这个里面螃蟹 这个肉脚肉测整 剪好了 再就用这个木杆 拿脚杆出来 螃蟹口这个最难测的 这个里面上面有刺 可能很硬的 工具我是专门为这个吃螃蟹定制的 不锈钢 蟹棒 这螃蟹的身体是肉最多 也是最难拆干净的部位 蟹肉鲜美 但拆卸的复杂 往往让不少人望而去步 要吃螃蟹最难拆的就是这一部分 要顺着它 顺着这边把它拍 把它铺开 然后把这蟹肉顺着它这个里面 拂出来 这螃蟹壳 转眼就被偷的干净透亮 据说店里最快的拆卸师傅 能在两分钟之内拆干净 一只掌蟹 为了验证一下这门绝技 我们专门找来了一只钟表 这一盆盆刚爆出来的蟹黄蟹膏 金黄油亮 散发着一阵阵浓郁的鲜香 但是至此我们还没明白 汤包里的汤又是怎么包进去的 为了解开我们的疑问 陶师傅带我们来到他熬制汤料的操作间 汤包里煮的这是什么汤 这个就是杀养的老母鸡 要熬五到八个小时 它们要熬滑了 全部煮它的汤 产好的产干净的猪皮 里面的油全部刮掉 全部去背上的 这个放在鸡汤里煮 煮好了再就搞碎 搞碎这样搞的 像这个样 搞碎了 这个就是搞碎了 汤包的制作过程中 这熬汤的环节原本是秘而不宣的 今天陶师傅破例 告诉我们其中的一小部分秘诀 熬制之前 厨师往汤里倒了一瓶烧酒 一些生姜 开锅之后 又往汤里加了一把香葱 这浮在汤面上的香葱 不仅是用来调味 它还可以吸附熬汤过程中浮出来的杂质 经过六到八个小时的熬制 当一锅汤熬成半锅时 把汤面上的杂质 油汁和猪皮全部过滤干净 这汤才算是熬好了 这容器里装的皮冻 就是熬制好又放凉了的猪皮汤 我们一直疑惑 这汤包里的汤究竟是怎么包进去的 答案就在这猪皮冻上 经过这样复杂的程序 制作出来的皮冻馅料 不仅入口轻而不腻 稠而不油 味道鲜美 还富含胶原蛋白 看来这净酱的包子价里 还真是大有乾坤 包汤包无疑是个技术货 汤包的皮相当讲究 您看 这擀面杖都跟我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 你怎么拿着两个这个擀面杖 然后擀面杖可以吹皮平均 边上中间盒边上白 边上就有点都能凑了 对 陶师傅告诉我们 这擀皮包包子 必须要两年以上熟练操作的技师才能胜任 很有功夫的 这个最起码要包不低于三十个折 一个美冠 第二个呢 它收口的时候就很小的 这个地头很小 地头小呢 它吃起来呢 就没有什么 给打就容易熟了 净江蟹黄汤包这选料的考究 制作的精细 确实不愧是净江一绝 蒸熟的汤包血白晶莹 上面的褶皱细巧均匀 恰如一朵朵饱满圆润 含苹愈放的玉局 加之皮包如纸几乎透明 稍一动弹 便可看见里面的汤汁在晃动 别说吃了 光是看 就是一种美的享受 这净江蟹黄汤包 除了制法绝 吃法更绝 因为汤包皮薄 汁多又烫 稍一不慎 皮破汤漏 也就不成汤包了 看来 品尝这西黄汤包 不仅是美食的享受 也颇有一番情趣 现在中国人非常注重养生和保健 很多人正是因为意识到了早餐的重要性 所以早餐选择了很多高蛋白 高热量 高脂肪的食品 比如说奶酪 汉堡 油炸鸡翅 但是这些过于营养的早餐 会加重肠胃的负担 使得消化功能下降 有营养师提出 早餐应该把握营养均衡的原则 选择容易消化吸收 高纤维 低脂低糖的食物 比如说像粥 牛奶 豆浆 面条 馄饨等等 不易进食 过于油腻 或者过于刺激的食物 也不易吃得过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